厦门大学高材生嫁给印度已婚男人当小老婆 不仅自己嫁了过去 还到处宣扬印度生活多美好 社会基础建设多么发达 并称嫁给印度人是一件高尚的事 希望中国女性都下嫁到印度当小妾 如果这些你觉得都还能接受的话 那么她无时无刻不忘抹黑中国的言论 让人是恨之入骨 在印度疫情最严重时 还恬不知耻地寻求中国的避难帮助 这个女人就是知名着互联网音吹 郑默默 那么话不多说 继续咱们的快速打印系列 来黑一黑印度的公知 郑默默1985年出生在福建南平市 家庭条件也非常不错 父母对女儿的教育也极为上心 在班里的成绩也明练前茅 于是在2003年 郑默默以优异的成绩 考虑了厦门大学金融系 良好的教育环境 也造就了郑默默不一样的人生轨迹 大学期间呢 郑默默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 挣她一个亿去国外看看外面的月亮 结果呢 一个亿没正走 月亮是让她看完了 2008年的时候 因为在校表现用意 她获得美国伯克利分校的交换生命额 来到美国之后 郑默默很快就遇到了她的真命天子 拉结辛格 这哥们是印度的高中性 毕竟都上美国发展了 也没有个家庭条件差的 郑默默呢 也是格外中意这位印度男性 两人情投意合 眉来眼去 就想雇用一下 这个事很快也传到了 郑默默的父母耳朵里 父母当时也是极力反对 但是郑默默和拉结辛格的爱情火花 找到插帽火星的来 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属于是老鹰打宝格 没少吃鸡 于是呢 在短短相处一年后 他们结婚了 父母看着也拦不住了 就让郑默默带着她的垃圾宝贝 回家看看 也就答应了这门庆事 很快 婚礼也举办了 郑默默也改名换姓了 叫辛格默默 并且退出了中国国籍 郑默默紧接着 也就跟着宝贝一起回印度了 结果一来到她印度的家时 好嘛 看个大傻眼 本来以为是窟窿眼里透阳光 广棍一条的辛格 这家里怎么横骑苏巴塘 齐巴格打姑娘呢 个个还都管我的宝贝救老公 我好像是进了盘斯洞了 原来呀 拉结辛格是个有妇之妇 但是郑默默对此事是一无所知 感情是让骗婚了 印度的种姓制度 我们也是经常讲 作为高种姓的拉结辛格 娶的媳妇 在当地自然也都是名门贵族了 现在来了这么一个不知名的外国人 场面也是一度非常尴尬 后续呢 这末就开始放飞自我了 频频在社交软件上 发文抹黑中国 那好像是让人家原配给刺激够呛 并且还经常驯扰一些印度的优点 在网络上建立群流 利用信息不对称 忽悠小姑娘嫁到印度 好嘛 我寻思印度女性地位的 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印度针对女性的犯罪事件 也多得数不清 在网站上搜索强奸之国 会跳出无数个 关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结果 根据印度国立犯罪研究局 公布的数据 印度平均每三分钟 就会发生一提 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 可想而知 这默默极尽全力地 让那些不明真相的女生 嫁到印度 那真是背着媳妇看大戏 丢人又受累 而且呢 不光是强奸案件高发 印度的法律政策 也不是很正确 12年时候 印度演员阿米尔汉 在接受采访时 就曾公布过一组数据 就说印度法院 在近一年 受理了10141宗强奸案 但是最后 只有3563人被定罪了 其他的犯罪分子 就这样逍遥法外 而且这1万多宗案件 还是受理了的 没有受理的案件数量 那更是想都不敢想 说远了啊 就这么 郑默默在印度 刚生活了一年多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打破了他和他老辈子的幸福生活 当时印度疫情 疯狂扩散的时候 郑默默选择了 和中国大使馆申请避难 结果因为他的种种恶性 遭到了我国的拒绝 也希望他能在印度 接受最好的牛尿治疗吧 如果理性看待这件事 郑默默嫁呢 其实也不管咱们什么事 但是他挑唆中国 不懂印度文化的女性 去嫁给别的国家的男人 就很离不赖 抹黑祖国更是无法容忍 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却在别的国家 将封建制度 吹成是优渥的生活条件 就让人很难接受 最后送给公知们一句话 不要一心只想看国外的月亮 要知道月亮 只会出现在最黑暗的夜晚 行了 快点吃观众的短暂 希望大家喜欢的话 能给个点赞收藏 关注短暂 咱们下期个做打印 再见